来,往一边跑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解一下感应线,感应线异常 感应线就是所谓的全感器 全感器很重要 它起的一个XY,也就是左右上下回原点的一个中心位置的亮灯的一个感应 这个非常重要啊 中心点就是可感应线去感应的 假如我们开机一副原点的时候 它会溜的往一边跑抱全感器异常 吞出来全感器异常 我们首先顺着感应线找着那个端子 看一下,哦,这个是端子没插好 还有的是端子里面接触不了 我们把针扎一下里面的铁片,让它张开一点 再插进去 或者是螺水咬断线了 它也会这样子啊 感应线确定没有问题 我们转过来看一下那个感应线有没有亮灯 感应线必须碰着铁的亮灯 这是最基本的 今天我把这个异常的问题再演示一下 不原点亮横灯还是左右流或上下流 它流下来爆全个机异常 这个时候我们再怎么去碰的这个感应器是好事发呢 我们转过头过来看显示屏 点插单 点设备检测 设备检测进入XY原点检测啊 这里是检测感应线的 太乖 我们左右移动它啊 就是移动它 看到有没有关闭打开 可以的话就是感应是好的 感应是好的话 那我们看上下也移动一下它 上下它也是能够打开 也是能够关闭的 说明上下也是好的啊 既然感应线是好的 为什么它还未出现全个机异常 那我们就要检查机械部分了 感应线的间隙离开太大 就说这里 离开它它都超过了两个毫米 或者是三个毫米 或者是这里有松动 松动了 它飞远点 它也被找位 你们看这里有没有松动 用手 或者用钳子给它弄一下 如果这里是紧的 或者是感线离得太开了 我们就把这个铁皮往这边 稍微翘一点的 让它保持在一个毫米 到1.5个毫米的缝隙 这样就比较精准 飞远点比较好 外方向也是一样 外方向在后面 它也是亮红钻的 它也要一个不远点 它上下的间隙 像这个间隙都有一点点过大 它时间长了 它就不灵 所以说我们这里可以把这个铁皮往上面 窝上一点 让它保持一个毫米 两个毫米左右 不能超过两个毫米 它大了 它时间长 它并不灵的 也是跟X一样的调法 当我们确定感现没有问题 间隙没有问题的时候 它还会出现异常 我们就要左右拉动这个走一点力 这样推拉 推着看它有没有松动 最重要的一个我们就来看这个不进马达 打开这个盖子 螺丝传动组螺丝 这个不进电机 这是X 这是Y 如果A是异常 我们就检查X 这有四个螺丝 我们就 传动到看在这的地方 看这个螺丝有没有松动 它有O位的啊 有时候力气太大 它O位被撑过去 会导致有松动 我们就把这四个螺丝全部打紧它 特地 对着O位打紧 打着对紧 歪的也是这四个螺丝 把它全部打紧 把这些问题全部检测好了 像感线也是好的正常亮灯 这里左右也没松动 我们就检查像螺丝没没出来 像针磅螺丝啊 还有轨道螺丝 还有皮带也没松 解释这些部分 基本上的问题都已经差不多了 可以排除掉了 好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了这里 大家学习了吗